大伯无比猖狂,因为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罗金龙,二儿子叫罗金鹏,三儿子叫罗金虎。 我爸总是受气,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罗小松,二女儿叫罗小竹,三女儿叫罗小梅。 我就是罗小梅,今年四十五岁,是一位心脑科医学专家,刚提拔为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 现如今,我爸和大伯相比,真的是天上地下。 罗家屯外,庄稼一齐齐轻,一片片绿,满地都是油油的脆色,郁郁葱葱。 仔细看的话,河苗有点打粘。 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气蒸腾,田间地头,一伙人吵吵嚷嚷,推推桑桑,闹得不可开交。 大伯得意地说,老二,我家三条龙,你家三条虫,你家三个赔钱货,有什么用? 我们先交地,咋了? 我爸气愤地说,大哥,你讲不讲理,明明轮到我家较地了,你们却把笼沟里的水引到你家田里。 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伯对亲弟弟不好,几个堂哥也压根不尊重这个二叔。 大堂哥满脸横肉,推桑着我爸,去去去,别捣乱,我家的地交完了,再说你家。 我爸急眼了,大龙,凭什么呀? 你们已经交了两片地,我们等了三天三夜,一片地还没有交水。 二堂哥阴阳怪气地说,二叔,你家三个丫头片子,能吃多少粮食? 我家都是壮小伙子,你眼睁睁看着侄子们饿肚子。 我妈气愤地嚷,有你们这样欺负人的吗? 好房分给了你们家,好田也分给了你们家,你们还要怎样? 三堂哥恶狠狠地把我妈扒拉到一边,二婶,要怪就怪你肚皮不争气。 你家三个丫头片子,能跟我们三个撞小伙比吗?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爸看他们瞒不讲理,干脆直接用铁锹,想把笼道里的水重新引到我家。 不用大伯动手,三个儿子七手八脚,直接把我爸推倒在地,我爸一头栽到了水沟里,弄了一头一脸的泥水。 他们还指着我爸,笑得前仰后合,鸡蛋非要给石头碰,你这不是找死吗? 我妈一屁股坐到地头,拍着大腿,放声大哭,打死人了。 大家平平礼,大伯哥一家欺负我们家没儿子。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大伯一家横行霸道,全是滚刀肉,大家不敢吭声。 只有本家二爷爷仗着是长辈,开口说, 大望,你是当大哥的,不帮扶兄弟,还专门欺负你二弟。 三堂哥是个棱头青,哼,你算是老几啊,鼻子上插根葱,装相,少来这里多管闲事。 二爷爷也是六十岁的人了,被一个矛头小子下了面子,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三堂哥说,真是一个浑人,不敬长辈,天打五雷轰。 二堂哥瞅了瞅蓝天白云,嘻嘻地笑,二爷爷,晴天白日的,你让雷公打个雷,下场暴雨,让我们瞧瞧,我们就让给二叔。 二爷爷差点气,被过气而去,人在坐,天在看,我就不信没有宫廷了。 我爸眼都红了,不顾一身水,一身泥,抡起铁锹,就要跟他们拼命。 有人给我们解撒送了馅,当时正值暑假,我们都在家里温习功课,我爸让我们好好读书,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二姐十六岁,她是个暴竹脾气,抄起一把锄头,就要去拼命,他们太欺负人了,欺负我们家没人啊。 大姐十八岁,为人比较沉稳,一把拉住二姐,二妮,我们只要吓唬,吓唬他们,尽量不动手,免得出了人命。 我十四岁,拎起棍子说,大姐二姐,如果他们动手了,你们还记得打哪儿最疼吗? 人还看不到明显的伤口,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因为我从小对医学感兴趣,六岁就拜了我们村的老中医为师,知道各种学道,我的志向就是当一名中西结合的名医。 我为了防身,还跟老中医学了一身武艺,爸妈说,女孩子一多不压身。 经过师父同意,我把招式交给了两位姐姐。 我们姐妹三个呼啸而去,看到我爸,我妈狼狈不堪,被他们围殴,我们姐妹仨,两眼通红,什么也顾不得了。 我们像三头小狼,一副拼命的架势。 堂哥们竟然敢打我爸妈,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我们姐妹三个气疯了,一顿轻轻轻,我们力气不大,但是用的都是巧劲,竟然把三个堂哥打得滋挖乱叫,狼狈逃窜。 我们姐妹三个一战成名,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件事过后,爸妈并没有吵我们。 我爸把我们郑重地叫到跟前,你们要行得正,站得直。 不惹事,也不怕事,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 你们是玉瓶,他们是瓦砾。 跟他们一般见识,不值得。 我们姐三个点点头,爸,我们记住了。 练武只是为了防身,我们的任务是学习,我们一定会让爸妈扬眉吐气的。 当时,大姐正在上高三,二姐正在上高一,我正在上初二,我们投悬梁,追刺骨,学习更加刻苦了。 我爸是高中毕业,就因为没能上大学,满心遗憾,一心一意供我们读书。 单靠重级亩地,学杂费都凑不起。 我爸脑子非常火,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卖部,卖油盐酱醋,针头现脑。 还别说,小卖部不少挣钱。 我家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把原来破旧的三间堂屋翻盖了,建起了五间明亮的前沿挂耳房。 大博对我家的财产垂涎三尺,总想打歪主意,可是我们姊妹三个,也不是好惹的,心非常奇。 他们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 说起大博,仗着他们家有三个儿子,爷爷奶奶也偏向他们,穷横穷横的,总想发横财,大博和儿子们都不正干。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大煤矿,大博带着三个儿子租车搞运输,有时候顺手牵羊,拉了煤矿的钢材去卖,挣了不少钱。 大博另外盖了一处新院子,大堂哥风风光光,娶了媳妇,大操大半,高朋满座,非常得意。 大博斜着眼睛,对我爸说,老二,你这辈子处处不如我,趁早让你几个侄子接了小卖部的生意,将来侄子们给你养老。 我爸根本就不想理这个大哥,觉得他们一家都立身不正,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扭头走了。 大博看着我爸的背影,催了一口唾沫,呸,给脸不要脸,你的小卖部和房子,早晚是我家儿子的。 真是想不开,还供三个闺女读书,想考个女状元回来吗? 天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几个堂哥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还真攒下了不少家业,二堂哥还娶了邻村村长家的闺女。 大博和大博母走起路来,就跟螃蟹一样,谁都不放在眼里,时不时跑到我家小卖部转悠,瞅瞅这个,看看那个露出贪婪的表情。 我妈正在看着小卖部,稍不留意,他们拿起东西就跑,甩下一句,二弟妹,记着账啊。 我妈抬脚就追,有时候,能把东西追回来,有时候,东西就追不回来了。 我妈气得跳脚骂,你们有当歌嫂的样子吗? 脏心烂肺,让你们吃,让你们喝,怎么不噎死你们? 就这样,我家和大博家明争暗斗,因为我们几个姑娘都在上学,不在村里住,我家略占下风。 那年高考,大姐考上了北京农大,惊动了全村,我们村很久没出过大学生了。 大家纷纷说,我们家时来运转了。 大博酸溜溜地嘀咕说,哼,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 早晚还不得嫁人,反正是别人家的人。 紧接着,二姐以大姐为榜样,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二姐牛气哄哄,一位经营管理的明星冉冉升起。 大博极度地发狂,因为三个堂兄都没文化,老大老二只是小学毕业,老三勉强初中毕业。 大博外强中干的嚷,哼哼,不就是考上个大学吗?又不是当了皇后娘娘了? 我上高三那年,我爸得了一场重病。 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我爸住进了县医院,也不让我知道。 大姐正在上大四,即将大学毕业。 她放弃了宝岩的名额,觉得父母供我们三姐妹读书,太辛苦了,不想读研了。 二姐正在上大二,成绩非常优秀,专业排名前三,每年都拿奖学金,宝岩没问题,大姐一直鼓励二姐读研。 趁你病,要你命,当时我爸我妈都在医院,村里的小卖部也关门了。 大博觉得机会来了,可以趁机搞事情。 大博带着三个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小卖部,拿着砖头,把门锁砸开了,堂而皇之,自己当起了主人。 村里人非常惊讶,但是不想惹这一家,这家人横行霸道,没皮没脸,多管闲事,容易惹祸上身。 随后,他们还把我家的大门撬开了,进去一通打杂,把值钱的东西都抱走了,不值钱的东西全毁坏了。 我爸妈正好出院回家,看见院子里一片凌乱,几个堂哥正往外搬东西,简直跟强盗一样。 他们还叫嚷着,我们几个姑娘不配继承这些东西,迟早都是侄子们的,不如早点搬走。 我爸妈气坏了,呼吱呼吱直喘,拿出条肘铁锹,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爸气呼呼地骂,我的女儿们一个比一个有出息,根根瞧不上我这点财产。 别看我的东西不值钱,也不会喂了狗,我会给闺女们平分。 他们不仁,休怪我爸不义。 我爸随后报了案,牵出萝卜带出泥,大伯他们涉及到偷盗,欺诈,入室抢劫等。 大伯和三个堂哥全被抓了。 一起蹲了大狱,他们在里面待了五年。 只有三堂哥情节比较轻,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村了。 大堂嫂嫌名声难听,又哭又闹,跟大堂哥离婚了,留下一儿一女,让大伯母照顾。 二堂嫂还没孩子,更是守不住,快刀斩乱麻,跟二堂哥也离婚了,后来很快再婚了。 三堂哥也挺惨的,他们家在十里八乡,名声臭大街了,他一没技术,二没有家产,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三堂哥打光棍,一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娶了一个二婚的女人,长得巨丑,非常彪悍,对方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 这个女人在家里说一不二,曾经无赖的大伯母,被儿媳欺负的头都抬不起来,三堂哥对他言听计从,彻底成了一个软弹。 我呢? 我心想事成,考上了北京的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本市中心医院,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风水轮流转。 我们家三姐妹,一个比一个光彩照人,我爸妈扬眉吐气。 大姐回到我们县,下乡以后,成了最年轻的女镇长。 大姐懂农业,懂管理,后来升任了副县长。 大姐夫比我大姐的职位还高。 二姐在大企业做高管,后来自主创业,成为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造福乡里。 还帮我们村硬化了道路。 二姐夫也是商业精英。 我成了心脑科医生,人心人术,妙手回春,救治了无数病人,又回到北京深造,刚提升了副院长。 我爱人是事意中副校长。 大伯和大堂哥,二堂哥从监狱放出来以后,根本不敢报复我爸妈,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做人。 大堂哥,二堂哥一直打光棍,身边连个洗洗涮涮的人都没有,他们本性难移,偷奸耍滑,鸡一顿,饱一顿,混得跟叫花子一样。 大伯就更惨了,六十五岁上,得了脑溜血,昏迷不醒,送到我们医院抢救,满头白发跟烂草一样。 大伯母哭着,要给我跪下来,小梅啊,都怪我们不好。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你大伯吧。 想到大伯的恶行,我真的不想抢救他,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我冷冷地说,我抢救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大伯,我没有这样的大伯,只因为他是一个病人。 大伯的命保住了,但是,人变得痴痴傻傻,嘴歪眼邪,说话含糊不清,留着哈喇子,拄着拐棍,只能慢慢移动。 再说说我爸妈,上了岁数以后,我们不想让他们操劳,他们把小麦不转让了,地租给了别人,他们又不想离家太远。 我们姐妹三个出钱,给爸妈在县城137平的房子,离医院、超市、银行、菜市场都很近,旁边还有一个小公园。 过年过节,我们姊妹三个托儿带女,都回到故乡的小县城,跟爸妈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爸妈笑得跟花一样。 这才是,人在做,天在看,天里昭昭,报应不爽。 做人一定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千万不要走歪门邪道,后悔莫及。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女儿郎照样可以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建功立业,孝敬爹娘,活出精彩的人生。 大家说呢?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生花。 高考那天,后妈带来的季妹给我下了解药,我将计就计喝下,最后我考了第一名。 她自己拉得虚脱晕倒在考场,从前怕他们干扰,我一直藏桌罢了。 如今我只能去她喜欢的学校,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个女人不是个善茶,她带来的比我小一个月的女孩,也不是善茶。 我父亲常年在外,后妈进门后对我动辄打骂。 父亲在时又表现得温柔体贴。 高三第一次月考,我像往常一样考进年级前时,而季妹承熙却只在年级倒数。 我在房间里定证试卷上的错误答案,承熙却突然踹门进来。 我被巨大的动静吓得抬起头,面前凑上来一张阴毒的脸。 听说你考进了年级前时,我冷漠又防备地望着她,手里的卷子被我钻紧。 承熙听见纸张摩擦的声音,被我手里的卷子吸引视线。 她抢过试卷,分数漂亮的卷子撕成两半。 她看着上面的分数,眼神越发地恶毒。 下一秒,她躲起一边的圆规扎进了我的右手手心。 剧痛传遍我的手臂,我惊愤地推开她,你干什么? 她瞪大眼睛发笑,这是对你作弊的惩罚。 我忍着痛楚,狠狠打了她一巴掌,鲜血的印子打在她的脸上。 成员,你敢打我? 她气得嘴唇发抖,拿起我和妈妈桌子上的合照,往地上重重摔下。 相框碎了一地,我和妈妈唯一的合照落在地上。 她比我更快一步抢到照片,迅速撕裂。 我眼睁睁瞧着照片在她手里撕成无数碎片。 巨大的愤怒驱使着我掐住她的脖梗,把她的头死死摁在地上。 成熙用力挣扎,但她为了减肥骨瘦如柴,根本没有力气抵挡我。 她的眼睛逐渐漫上恐惧,她意识到我想杀了她。 我真的想杀她,可理智告诉我,不能这么鲁莽。 我和她们有一大笔账要算。 我松手后,她飞快逃了出去。 我颤围着捡起满地碎屑,妄图将她们拼在一起。 可不如我愿,那个尖酸刻薄的女人,骂骂咧咧地走进我的卧室。 伴随着她的巴掌,我手里的照片碎片又落在地上。 身疼心疼的我泪水糊了眼,用手擦去眼泪,同时血液红了我的眼。 漫无边际的恨意朝我涌来。 我不顾痛楚,不顾头发,已经被薅乱,咬住了女人的虎口。 腥臭的血液在我齿缝里蔓延,恶心又愤怒。 女人尖叫着甩开我,我看着她们咬紧牙关,有本事杀了我。 放完狠话我放声大笑,泪水自意地流。 她们被我这副样子吓得不轻,念叨着真是疯子。 疯子,有本事杀了我,不然我一定做你们一辈子的噩梦。 我清理好自己满是鲜血的守候,父亲又打来了电话。 我不想接。 我在后妈和承熙那里受得委屈,她一概不信。 每回她都叫我让着承熙一点。 久而久之,我变麻木了。 我还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我暂时没有能力租房。 我需要大把的时间学习,然后风风光光地离开。 可是承熙善渡,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锋芒毕露。 不能让她再来干扰我的学习。 可电话响个不停,我不得不接通。 又是她语重心长的语调,成员,听你妈说你掐你妹妹,还咬了你妈。 不就是不小心打碎了相框,怎么能让你做到这个地步? 你就不能让着她点,毕竟承熙她从小没有爸爸。 我狂吼着,那我也没有妈妈呀。 我这不是给你找了个妈妈? 你好好孝敬她,她不就对你好了? 说不通。 我绝望地又极其认真地回她,自从她们进了门,你就只听她们讲我的坏话。 你想想我从前真的是她们口中那样的人吗? 姓成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帮着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训斥我, 那我也能拍拍屁股走人,以后你就让她给你养老。 我瞧都不会瞧你一眼,你好好自己想想。 电话那头忽然沉默,我不想再搭理她,于是挂断。 我望着镜子里苍白的脸,我的拳头捏紧到发抖。 手机里又有人发来消息,是我的同桌宋林,成同学。 我有一道题目弄不明白,可以请教一下吗? 我如往常一般冷淡回道,问。 她把题目发来,我扫一眼便笑了。 这么基础的题目,她还不会。 怎么说也同是年级前十。 但我还是认真地列出了全部过程发给她。 她发来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成同学真棒,我看你的过程终于弄明白了。 不客气。 发完最后一条消息,我累倒在床上。 第二天我上学,班里的氛围莫名地怪异。 一个刺儿头突然凑过来问我,听说你以前的好成绩都是抄的。 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呗。 我拧了她一眼,轻轻回她,滚。 承熙隔着一个教室嘲讽地望着我,脸上的巴掌印十分明显。 我拉开椅子走到她面前,自己作弊没成功就来诬陷我。 我亲眼见到她准备作弊,可惜蠢地把作弊纸条给弄丢了。 她表情一惊,带着被我发现的窘迫,但又昂起头, 你昨晚亲口和我分享作弊经验,怎么今天就不承认了? 她又在满口湖州。 我知道,她并不是真的认为我的成绩是作弊来的。 她是想给我制造心理压力,从而干扰我的学习状态,让我成绩下滑。 而周围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 真的假的,成员成绩不是一直很好吗? 我看有可能,成绩那么和善干嘛骗人呢,反倒是成员平时那么孤僻,谁知道她在想什么。 对啊,成绩脸上的巴掌不就是成员山的? 她和善,他们根本没见过成绩的嘴脸。 我一定会把她的真面目攻之于众。 忽然人群中挤开一条缝,那个个头高挑的宋林施展她作为继尾的威风,把大家赶回座位。 客间,我看见成绩握着一瓶饮料走过来,递给宋林。 和在我面前那副阴冷的模样完全不同,她笑得伪善,夹着嗓子问,宋林。 你准备考什么学校呀? 宋林抬头轻轻望了她一眼,礼貌递回,轻滑。 成绩挤出两声笑,加油哦。 说不定我们能大学见。 我忍不住一声冷笑,便对上成绩挑衅的眼神。 成绩喜欢宋林,人尽皆知。 我和宋林经常凑到一起讨论题目。 这也是她妒忌我的原因之一。 成绩心理上的干扰对我没有用处。 我不怕流言蜚语,我无坚不摧。 但是我的右手手心还是会随着手的动作时不时发软剧痛。 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进度。 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我计划着接下来的考试故意写错一点。 很快迎来第二次月考,我刻意和自己得出的答案反着写。 考试结束后,我再对着试卷把自己的答案写下来。 过几天成绩出来,我的总分直线掉到了班级中下游。 同学和老师都对我带上了怀疑的目光。 有人讨论着他成绩怎么掉那么快,不会真是作弊吧? 成绩望着成绩排名,满意地对我展露得意的笑容。 班主任走进来,进行月考班会。 这次考试,有人成绩一落千丈,其中原因你本人自己好好想想。 不用猜都知道在说我了。 当然,也有人奋起直追,成绩同学从班级的吊车尾爬到了年级前二十,尤其是他的语文。 再接再厉,他竟然考了高分。 我不可思议地对上了他的眼睛。 那眼里满是骄傲,叫嚣着,我比你强。 他真以为他的心理战术起作用了。 可是我在考试前亲眼见到他把小抄色进了书包。 竟然能抄到那么高? 我低下头算了我的真实分数,能排进年级前五。 比上一次有进步。 我舒心地勾唇一笑,侧头却对上颂灵怪异的眼神。 他清透的眼里带着丝不敢相信,好像信仰倒塌了一般。 晚自习时,他突然把上完厕所回教室的我拦下。 我不解释,他把我的试卷塞到我手里,揪着我的袖子将我扯进没有人的备用教室里。 我猛逼地被他摁在座位上,他看着我的试卷上的大批红叉,高大的身影照在我的头顶。 重重叹气,这次月考有什么,不会的就问我。 可是我没有不会的呀。 我看着他难得严肃的表情,不知道该如何说。 可是宋同学,我不想麻烦。 你想。 他白皙的脸曼上红韵,磕磕绊绊地解释, 我就是不想看到成绩那么好的人突然颓废,我知道之前的事对你有影响,但是因为这个影响自己就太可惜了。 你本应该有更好的未来。 好的,他打动我了。 我只能像模像样地提出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 宋林便捶下头一一讲解,晚风穿过窗户缝隙吹拂他额前的发丝。 清浅的月色落下来,少年的外套透着清香。 我便瞧见了窗外一双满是度火的眼睛。 是承熙,他站在不远处的走廊上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突然想起,承熙喜欢宋林。 我刻意抬起头和宋林贴得更近,又向他提了几个问题。 最后,下课灵响,宋林刚好讲完。 他的表情也不如开始那般严肃,反而满是欣慰。 但我的右手手心却因为何比的摩擦,又流了血。 血液从窗壳贴里渗出来,滴落在数学卷子上,盖上了一个红叉。 伤口处微微发痒疼痛,新换的窗壳贴已经被鲜血染得不成样子。 我忍不住发出点声音,宋林关注到我的手心,眉头紧簇。 我连忙被过手不让他看,他却硬扯了过去,怎么回事。 受伤了也不说,早知道我就不逼你写字。 不小心扎的,他急急忙忙地给我重新清理伤口,换上他的窗壳贴。 是带着图案的,印着几颗红色的爱心。 原来别人的窗壳贴都可以这么好看啊。 宋林认真地处理好后,抬起头望向我时,却忽然愣住, 你,别哭啊。 我笑着眼住脸,没事,就是太痛了。 夜色里我独步回家,身侧传来脚步声,承熙拦下了我。 承熙,承熙的脸因为极度而变得扭曲。 我望向四周无人,只有晚风吹拂路边的草丛。 我没有搭理他,准备从他身边绕过去。 他却握住我的手臂,肩长的指甲用力地扎着我的肉,发出刺痛。 承熙,你是故意的。 他笃定地说。 我还戴着富尔基,看着他的嘴唇一张一合, 其实我听不太清他在说什么。 是刚刚宋林得知我一直一个人走夜路回家, 要我走路的过程中和他连迈, 以免我遇到危险。 危险这不就来了? 电话那头的宋林听到了承熙间隙的嗓音, 一时竟没分辨出来。 承远,你那里怎么了? 我望着承熙的眼睛,没有回答宋林。 我想听听承熙还能说出什么话。 你知道我喜欢宋林,所以故意接近他。 承远,我劝你趁早放下这个心思, 宋林是要去清华的人。 你现在的成绩连溥义都够不上遍吧? 而我一定会和他考同一个大学。 我冷眼看着他发疯似的大吼大叫, 不懈地笑了,下次作弊别让我瞧见, 我一定举报你。 承熙现在的成绩去考清华, 除非他高考也作弊。 那就等到那天吧。 暂时还不着急。 承熙羞愤地咬紧牙关, 一双手用力挠上来, 被我攥住他的细胳膊。 你是不是胖了? 承熙哑了半嗓, 无措地抽出手捏捏自己的肉。 他有严重的体重焦虑症, 总是听他妈在别人面前夸他有毅力, 减肥减掉了四五十斤呢。 可那个女人并没有看到承熙 因为减肥掉落的头发, 吃减肥药而拉肚子到脱水晕倒, 因为胀秤而一天不吃饭。 其实承熙已经干瘦如柴, 面色严重发黄, 倘若她是个正常姑娘, 我一定会心疼她。 可她非要那样, 对我。 承熙愤怒地转身快走, 怕是要回去称体重了。 耳机里传来宋林的声音, 她平时都这么对你。 小可怜, 以后我不会让她在班里散播谣言。 温润的嗓音忽然点了我某处的心火, 让我呼吸一致。 她又说, 她考不上清华的, 你才会, 我们一起去清华。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份温柔, 几秒后我对着空气用力点头。 好的宋同学, 我努努力吧。 周末去图书馆吗? 宋林问我。 好。 恍惚间宋林就好像出现在夜色里一般, 和我相视而笑。 隔天去学校时, 教语文的黄老师突然喊我去办公室。 她催了一口茶叶, 露出百年不变的笑容, 你们班主任说你最近成绩下滑很大呀。 你们班主任本来想让我换个语文课代表, 说是不是课代表这个职务, 耽搁你时间学习了。 我低着头, 生起一种愧疚感。 老师们对我的称赞我不是没看在眼里, 只是暂时之际也不好去和老师说。 我一向沉默寡言, 怎么会把家里的事情拿出来到处说呢? 说出来除了徒增他人烦恼, 还可能逼得那对母女做出更恶心的事。 我只能解释着, 老师, 我考试的时候腹痛, 脑子不太清醒。 嗨, 黄老师拍拍我的肩头, 之前听过班里说你抄袭, 是不是对你有影响? 成员同学, 我是你的老师, 你是我的课代表, 这些话我是一概不信的。 你只管好好学习, 一次考试而已不算什么, 后机勃发嘛。 我知道黄老师这番话的用意必定是好的, 可能他和宋林一样, 见不得我颓废。 于是我抬起头和他温柔又苍老的眼睛对上, 老师, 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目标, 相信我吧, 相信我吧。 而我比任何人都相信我自己。 黄老师满意地笑笑, 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背, 去把孩子。 走到门口, 我和程熙擦肩, 便看见他嘲笑的眼神, 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我走到门口处便停下脚步, 掩在墙壁后听了一回。 程熙甜甜地叫了一声, 黄老师。 他是该高兴, 语文他可是进步巨大。 可黄老师不似刚才说话的温和, 严肃了不少。 程熙同学, 我刚刚发现你的高分作文和网上范文有极大的重合,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哼, 不看他我都知道他的窘迫了。 投机取巧, 能撒多久的谎呢? 程熙狡辩着, 说话磕磕绊绊, 老, 老师, 我是考前刚好看见了差不多的文章, 觉得写得不错, 所以就多看了几遍。 另一方长久地沉默, 随后重重地叹气, 这还是第一回, 梯卷老师也是新人, 再有下次就不止是我找你了。 黄老师总爱给人点机会, 事情不会做绝也不点太破, 接下来的事就得靠程熙自己悟, 可我赌他, 悟不到。 随后, 我便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离开, 回到教室坐下没多久, 便看见程熙捏着一打语文卷子走进教室, 应该是黄老师顺路让他带上来的。 他脸上苍白, 手心出汗都把卷子禁尸了, 和我对事后, 又做出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 大步走到讲台上取代了我的课代表工作, 替我发了卷子。 他的狗腿子朋友凑过去, 老师是把成员彻职, 让你做客代表吗? 程熙心虚的都不敢抬眼, 慌乱地分了卷子, 老师说让我发个卷子。 听者意味深长地嗷了一声, 好像明白了许多一般挖苦地瞅我一眼。 幼稚死了, 我带着无语的情绪低头看我的笔迹, 倒是宋林在一旁小声说了句, 不是和他说了别, 什么? 我侧过头好奇地瞧他, 他做得板正, 胡乱摇头, 手里的笔也开始乱涂乱画, 没什么。 接下来的大半个月, 宋林切而不舍地对我进行辅导, 瞧他比我还着急的样子, 我也不好意思烤得比上次低。 又一次月烤, 我把成绩调到了班级中游。 试卷发下来第一个接的不是我, 而是宋林。 他把卷子前前后后扫了一遍, 然后推到我面前, 面容苦涩, 这题我是不是讲过, 你居然全错。 我看他这副欲哭无泪, 有气还得往回逼的样子, 感到十分抱歉。 我没在意这题真的和他讲过的一模一样。 我还没张口, 他先收回了情绪, 没事, 至少你进步了。 别气馁, 其实我不气馁。 我想说放学请他吃饭, 可是才想起来我的兜里分文不剩。 平时想吃炖好的还得用我爸转的那点钱, 但是都被我买练习册花光了。 我望着宋林这副认真又悲痛的样子, 顿感着实是辜负了他的真心。 忽然想起平日里经常路过的烧烤摊老板郑昭临时工, 去帮一碗也能赚到一顿饭钱。 那个, 我打断宋林苦恼的思绪, 明晚我请你吃饭。 宋林煞时愣了一下, 好像没反应过来。 我说我请你吃饭。 我声音陡然大了一点, 招来不少人的注目。 包括承熙, 她恶狠狠地宁起眉, 我也不落下风地和她对望。 耳侧传来宋林小声轻壳, 好啊。 烧烤摊老板和老板娘笑得很和善。 尤其是老板娘, 笑起来特别像我记忆里的妈妈。 圆圆, 等会客人来了你, 就去帮他们点餐。 钱我来算, 串让你书烤。 老板娘略显粗糙地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小时候总爱和妈妈一起来夜市小吃街逛, 人间烟火温情在啊。 只是现在只有我了。 烤串在烧烤架上滋滋地冒着油光, 配着烧烤料飘香十里。 我走在各桌客人之间, 偶尔有人夸赞。 老板娘, 这小姑娘真灵活。 成员, 穷得没钱请客就别请。 成熙的声音响在我身后, 真是阴魂不散。 我手里还捧着菜单, 另一只手摁动圆珠笔, 这位客人, 想吃什么赶紧点餐。 我和你说话呢? 我瞧了一眼不远处录着花壁的老板, 凑近成熙湖说了一句, 那个叔叔以前浑黑的, 不想挨揍就别跟我闹事。 吃不吃, 不吃就回去找你妈喝奶去。 成熙肉眼可见地气得脑袋发红, 剁了两下脚便走了。 热汗进食衣裳, 忙活了几个小时, 终于要收摊。 老板娘擦了擦自己沾上油渍的手机, 皱着眉按了两下。 随后对我抱歉道, 圆圆, 阿姨手机又卡了, 今天就给你现金吧。 我伸手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币, 有些成就发黄, 可在我眼里异常珍贵。 谢谢阿姨。 我满意地将纸币塞进书包里, 和老板二人道了别, 可回了卧室, 便看见我放在桌子上的几本练习册都被撕烂了。 我蹲下将封面拼在一起, 是几本没什么学术含量的, 我便松了口气。 我甚至能想象出成西用剪刀撕扯我练习册时那副猙獰的样子。 我抬头望向窗帘, 缝隙掩盖处有一点微弱的光。 我走过去将窗帘拉得更严实。 躺下后, 我给宋林发了条微信, 宋林, 明天去吃烧烤吗? 那边回我, 怎么不叫我宋同学了? 我没怎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便问, 不可以吗? 没有, 我喜欢你叫我宋林。 这话怎么看上去怪怪的? 明天见。 发完最后一句话, 我便关了手机。 第二天课间, 宋林异常的神采飞扬, 走路时校服都被刮了起来。 吃个烧烤就那么高兴吗? 不过我想了想自己, 一年半载捞不到一顿香的, 确实该高兴。 那张单薄的纸壁 被我放在贴身校服的口袋里, 时不时被我伸进去妈撒两下。 分心时, 手边的笔咕噜噜滚到了地上。 我弯腰去捡, 一个硬物忽然重重砸到我的额角, 连着神经直痛到我的牙关。 我抬眼便看见晨曦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手里握住的手机便是凶器。 她故作惊讶, 啊, 抱歉, 我没看见你低着头。 我不爽地揉了柔鹅脚, 太阳穴秃突地猛跳, 却又注意到了她的手机界面。 是一个群的聊天界面, 群名叫高考交流群。 我歪着头念出名字, 高考交流群。 承熙面色一脸, 瞪了我一眼, 你怎么偷看我手机? 这时宋林刚好回了座位。 宋林。 我身子一斜, 右手便不小心搭上了宋林的左腿, 我头好晕。 宋林俯身, 看了看我的鹅脚, 便皱起眉, 怎么红了? 我面露痛涩, 刚刚成熙, 不小心手机砸到的。 我现在有点头晕想吐, 还看不清东西。 我带你去医务室, 说着宋林就着急要把我拽起来。 我连连摆手, 不用, 我休息会就好。 顺带留下两滴委屈的泪水, 是真委屈。 这么多年, 我就没遇见几个真关心我的人。 寒潭里待久了, 光是被太阳小照, 一下便觉得心酸。 而成熙又急又气, 奈何铃声一响就得回到座位上。 这是我第一次和宋林一起走夜路。 路灯下两道影子都被拉得很长, 延伸向路边。 夜风吹得我抱了抱手臂。 我盯着地上的影子, 不敢看向别处。 宋林抽出插在兜里的手脱下校服外套, 搭在了我的身上。 走到烧烤摊那里, 老板娘笑呵呵地抽出两张椅子。 我和宋林坐下, 吃饱喝足后, 我准备付钱。 我摸了口袋里的纸币, 要递给老板娘。 可递出去才发现, 那纸币被人为地撕成了两半。 另一半还在我的口袋里, 我慌忙掏出来, 把两个半张拼凑在一起。 还能用吗? 纸币被我的手带得一起发抖。 老板娘和宋林的眼睛下, 我甚至已经窘迫地不敢说话, 不敢抬头。 难怪承熙今天总是路过我的座位, 搞出些动静。 她没有偷钱, 而是把这张发皱又在着我汗水的纸币撕碎。 宋林先出声, 之前我请教你那么多问题, 我来请吧。 脸上有点痒, 我揉了揉眼睛, 音色发抖, 不行。 大不了, 我免费打工一晚就是了。 可以双手把纸币抽了过去, 老板娘笑着说, 这钱阿姨沾一下, 还能用。 我抬起头道谢, 谢谢阿姨。 而宋林已经凑到了我身边, 递上来一张纸, 帮我擦拭脸颊上的泪水。 她黑亮的眼睛在夜灯下熠熠生辉, 问道, 承熙干的。 我望向她身后的大树边, 那里闪过一道人影。 我慢慢摇头, 应该不是吧? 我没有惹她呀, 笨蛋, 有些人的恶意是没有理由的。 我声音逐渐小下去, 那要怎么办呢? 先保护自己, 再还击回去。 我微笑着点头, 对她的回答特别特别满意。 等我一人走到家门口时, 屋子里传来两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 一道是程熙, 一道是她妈。 不出意外的话, 她俩吵起来了, 还会互相砸东西。 我早说了, 这俩人都不是善茶。 程熙这些天机欲已久, 刚才躲在树后边偷听时又被刺激。 她妈不是个会疏导的好母亲, 反而尖酸刻薄, 只好自己的面子。 平日里, 母女俩狼狈为奸, 可一旦某一方说话态度不好, 那吵起来就是针尖队卖忙, 谁也不让谁, 只能两败俱伤。 我在门口掏出手机背了一会儿单词, 等到屋里的声音逐渐小下去, 两人屋子里的灯熄灭, 我才收好手机进屋。 果真是一片狼藉, 碗杯碎了一地, 椅子倒在地上缺个腿。 我懒得收拾, 反正将来这也不是我的家。 第二天早上, 我看见承熙青子的嘴角, 还有身上的磕磕碰碰, 抑制内心的狂笑, 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 寒假里, 我和宋林一起找了个家教的伙, 先挣钱攒一下大学学费。 有一日, 宋林突然问我, 成员, 你还坚持要去清华吗? 我笃定地点头, 当然, 我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不去? 可是, 宋林垂下眼睛, 长长的睫毛掩盖住她的忧虑。 她哑了一会, 才慢慢说, 我想和你考同一个大学。 我轻轻笑了一声, 语气坚定, 没什么好可适的。 这也是你的梦想, 朝着她跑就是了, 不要为了任何人停下脚步。 不要为了任何人停下脚步。 说给她, 也说给我。 后边的几次月考, 我都平稳保持在班级中游。 班主任已经为我, 进行了好几次心理疏导, 你现在这个成绩, 一本肯定是可以的, 保持稳定, 不要慌张。 哎, 就是和以前, 随后她叹息了一声, 又收回片刻异样的情绪。 没人会在即将高考的学子面前说丧气话。 反倒是承熙, 成绩稳定保持在年级前步, 俨然是一副从吊车尾逆袭的姿态。 在她眼里, 我的成绩已经不具有威胁, 平日里连语气也好了不少, 甚至带着些怜悯。 她还做着和宋林一起考取清华的梦呢, 但她并不打算放过我。 高考前夜, 后妈差是我去倒垃圾, 我在城西房间的垃圾桶里 看见了被撕碎的药盒子。 在自己的房间还要撕得细碎, 若是心里没鬼谁信。 我捡起几个碎屑, 拼拼凑凑成, 翻屑叶, 一种刺激性屑药。 我打开她的抽屉, 果然放着几粒被扒出来的胶囊。 第二日早上, 我收拾好书包, 确认好考试 要带的东西出了房间。 后妈和承熙笑得眯起眼, 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刻都要高兴。 承熙递过来一杯水, 笑意盈盈, 都要高考了, 留下来吃顿早饭吧。 以后估计也不是一个层级的人了, 傲慢且充满鄙视。 我接过水杯, 在承熙可盼的目光下一引而尽。 便上的女人话也不停, 小夕, 你爸是不是亲自给你手写了一封高考祝福信啊, 拿出来看看吧。 好, 承熙装模作样地抽出一个信封, 刻意把信纸展示在我面前。 是我爸爸的自己。 女人又忽然想起来似的, 对我说, 你收到你爸的信了吗? 我洋装面色难看的摇头, 没有, 但是我写了信。 他们嘲讽地对着笑, 挟使我的眼睛满是不屑, 也是, 你爸忙, 没什么时间。 咔哒。 我重重放下杯子, 生气一般走出家门。 过了今天, 他们就别想有好日子。 事实证明, 心情好事可以缓解紧张情绪的。 这一场语文考试 比从前的任何一次都要顺利。 考试结束回到教室后, 我看着承熙的座位, 迟迟不见她的人影。 教室外有几个外校来高考的人大声谈论, 我靠, 刚刚我们考场有个女生 一直拉肚子跑出去上厕所, 最后直接栽倒了, 身上不知道哪里还掉出个手机。 本来我考试挺紧张的, 那个女生一直上厕所, 弄得我直接像对待普通考试一样平常心。 结果她还作弊, 这简直是我这辈子最精彩的一场考试。 考完, 我都不想对答案了, 这是我能拿出去吹好久。 班主任就在这时表情严肃地走进教室, 把准考证收上去保存, 也不忘提醒几句, 大家考试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要把不该带的东西带进考场, 还有考前不要吃容易伤肠胃的东西。 随后让我们自己认真复习下一场考试。 前后结合, 事情也能猜出个大概了, 翻卸液胶囊里的粉末被我换成了维生素, 而那些粉末我为了不让程熙看到, 随手撒进了我那便宜爹大发慈悲给我买的补脑产品里, 准备第二天丢掉来着。 结果今早根本没看见那些瓶瓶罐罐, 就直接忘掉了。 想来是被她贪心的母亲拿走, 给她的宝贝女儿补脑子了。 而程熙身上的手机已经坐实了她作弊的罪名。 我竟然有些失望, 感觉我亲自手写的举报信白写了。 前段日子, 她手机里露出来的高考交流群, 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组织高考作弊的群。 是班级里认为我作弊的刺头儿拉我进入群的, 还耀武扬威地向我邀功。 她以为我作弊成性, 一定会对她感恩戴德。 我退群时, 她还讽刺我假清高。 有趣的是, 在退群前, 我发现程熙是其中管理员之一。 更有趣的是, 刺头儿拉我进群让我发现她的罪恶, 就是因为程熙造我的谣, 让她对我产生了误解。 今晚, 我没回家, 免得那女人发疯殃及我。 我用寒假赚来的钱, 订了两个晚上的酒店。 事情发酵得越来越大, 各大新闻纷纷开始报道, 重点高中, 某学生作弊被抓。 与此同时, 考试院接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和学生手机核对后, 确认其参与了组织作弊的犯罪行为。 已经有热心群众在评论区暴露了这名学生是谁, 程熙。 对于高考作弊的人, 当然是人人得而诸之。 深深学子苦读十多年, 凭什么他要作弊, 把那些努力学习辛苦追梦的人置之何地。 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无与伦比的舒服。 从前我也有这么柔软的床, 但被抢走搬去了程熙的房间。 我点开手机相册, 翻出小时候和妈妈的合照。 半梦半醒间, 我好像看见妈妈坐在我的床边, 摸着我的脸颊, 我们圆圆啊, 永远是最棒的。 加油考试, 去你该去的地方, 妈妈永远在最明亮的地方, 看着你。 因为天上最亮眼的那颗星星, 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是在我七岁那年癌症去世的, 临走前她已经被剃去了头发, 被化疗折磨得不成人形。 她就是这么抚摸着我的脸, 告诉我, 妈妈要去天上做星星了, 会永远守护我的小圆圆的。 那么妈妈要是看见我被承曦母女这么欺负, 一定会很难过吧。 妈妈放心, 很快她们就要遭报应了。 高考完当天晚上, 又一则新闻报道, 参与组织作弊的某高考生, 与其母对家中姐姐进行长达数月的家庭暴力。 视频内容是一对母女把一个高中年纪的女孩踹倒在地, 用二人的力气压制, 对女生拳打脚踢, 内容残暴。 但这是个合集, 后续还有其他的种种暴力行为, 让人看了开头就不忍心继续看下去。 被打的女孩, 就是我。 高二暑假, 我用所有积蓄买了一个二手的录像机, 每次我预想到会被承兮母女施暴的时候, 就会把她藏在窗帘后面, 录下全程。 第一次成功录下被施暴过程时, 我也想立即报警或者发到网上。 可是我想起了烧烤摊老板娘的故事, 她长得很像我的妈妈, 所以我经常和她是好, 久而久之她也把我当干女儿对待。 她说她的女儿就是被欺凌致死, 可是这起事件并没有引起广大关注, 他们尝试过发布到自媒体上, 但很快就被删除视频。 我开始有所顾虑, 在发现程熙有高考作弊可能的时候, 我的机会来了。 借着她的热度, 我被施暴的视频完全有立刻被大量关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的原因, 高三正是需要耗费时间学习的时候。 若是把事情全部暴露出去, 处理得低调妥当还算好的。 可要是出了差错, 时不时被喊去做调查, 或者被关注此事的人采访, 都会浪费我大量的学习时间。 先稳住自己暂时的安定, 在无所顾虑之后, 以更勇猛的势力还击回去。 手握证据之后, 为了不再被施暴, 我先假装成绩下降, 稳住程熙的极度心。 不过我和宋林的日渐靠近, 还是时不时招惹她。 但我的成绩给她造成 我和宋林没有可能的假象, 联合施暴的频率 也比从前小了许多。 事态发酵上热搜后, 就有人给我打了慰问电话。 我说我现在心里正常处境安全, 不必担心。 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我太累了。 这一觉睡了许久许久, 有很多认识我的人, 已经认出视频里的受害者就是我。 在手机静音的过程中, 未接来电达到上百个。 最多的竟然是宋林, 随后是黄老师、班主任、 烧烤摊老板娘, 还有相熟的同班同学。 我望着一通通未接来电, 一个个或远或近的名字, 一种极大的委屈感 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朝我侵袭而来。 我抱着腿坐在床上, 气不成声。 眼泪打湿大片的衣巾, 我咬着被子发现 一直被自己按捺住的情绪。 手机屏幕又亮了, 依旧是宋林打来的电话。 我用哭到发软的手接通了电话, 那边传来宋林焦急的声音, 成员,你在哪? 我抽气着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容易痛哭一场, 仿佛能要了我的命。 宋林救救我, 原来我是需要安慰的, 原来我不是坚不可摧, 是我从一开始就没对任何人有过期待, 所以自认为不会受伤。 可有人把我从寒潭里拽出来, 我学会渴望, 也变得脆弱。 我断断续续地告诉宋林我的酒店地址, 他很快就赶了过来。 我未在意衣着是否单薄, 匆匆赶过去开门。 宋林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 他喘着粗气, 脱下他宽大的外套将我整个人裹住。 我无措地打着枯壳, 倒觉得有些丢人了。 宋林检查着我的手臂, 还有几道没有痊愈的伤疤, 其实在衣服下还有更多。 你去医院看过吗? 我应声把枯壳咽了回去, 然后摇头, 没钱。 我带你去。 他的语气不容置会, 催着我收拾妥贴, 便去了医院。 一路上他都望着车窗外边, 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过分的沉寂让我觉得不对劲, 我伸头去看他, 才看见他支撑着下巴的手正用力捂着嘴, 眼眶整圈泛红。 我哑着嗓子, 宋林, 谢谢你啊。 谢谢你告诉我, 这世上除了妈妈, 还有人会为我伤心。 他虽然别着头, 靠近我的手, 已经伸过来揉了揉我的脑袋, 轻声安慰我, 没事没事。 宋林让我全身检查, 没什么大碍, 他才松了口气。 随后, 我又见到一个急急忙忙跑过来的人, 十分眼熟。 但那个人走近, 我才愣愣地喊他, 黄老师。 宋林自然而然地把检验担递过去, 爸, 你看一下, 爸, 黄老师是宋林他爸。 黄老师上下扫了几眼, 又把我前后转了几下, 打量一二, 孩子, 没什么不舒服吧? 我只带着震惊的眼神摇头, 宋林才解释, 我随妈姓, 黄老师是我继父。 原来如此, 看他们自然相处的样子, 应该感情很好吧? 我想回家看看, 不知道那二位什么情况了。 黄老师和宋林陪我回家一趟, 承熙已经被拘留, 还不知道盼几年呢? 后妈也在事情发酵的当天, 被警车带走。 家里东西能摔的都摔了, 只可惜没能亲眼看见, 他们绝望发狂的样子。 就连这时, 我的父亲都没能回来看一眼, 我对他已经无望了。 黄老师说, 好孩子, 这段时间你就住老师家里, 等以后有能力了想搬随时可以搬走。 老师,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没关系的。 我已经拒绝, 但也架不住两个人的热情。 当天就收拾东西搬去他家里, 师母也立即给我安置了屋子。 相处过程中, 黄老师和师母也有意按撮撮地撮合我和宋林, 经常惹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 过了这温馨和乐的半个月, 终于等到查分的时候。 宋林先查的分, 考得不错, 稳定发挥, 能上清华。 轮到我时, 三个人拥挤地围在我身后, 比我还紧张。 成绩出乎我意料得好。 班主任也在这时打电话告知我们, 成员考了全市第一。 黄老师自掐人中, 差点激动地晕过去。 宋林依赴你演我的表情, 我只好把高三的整个心路历程 给他们解释了一遍。 黄老师只好又心疼, 又宠溺地指了指我, 你呀, 全把事情藏自己心里。 以后有什么事都说给宋林听, 你就把它当情绪垃圾桶。 今年的暑期结束前, 刚好是宋林十九周岁生日。 我想给他个惊喜, 悄悄布置房间。 晚上还请了不少他的朋友来, 切蛋糕时, 我被人不小心推嗓着倒在他怀里。 他喝了点酒, 退去校服, 也退去些许青涩。 鼻息凑近时, 他问我,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我只犹豫了一秒。 这一秒我在思考, 官宣怎么发。 一秒后, 稳轻轻落下来。 后来我被邀请回母校, 给下一届学弟学妹们做一次演讲。 人群中忽然出现骚乱, 一个头发糟乱的女人 从人群中挤出来, 企图上台来把我拽下去。 我仔细望, 才发现这个面色土黄双甲凹陷, 眼里全是血丝, 头发花白一半的女人, 是我的后妈。 她尖叫着, 长长的指甲挂着我的裤脚, 但很快她就被保安叔叔驾走。 警车驶来, 她又因为寻衅滋事被拘留。 我和宋玲也被称为清华学霸情侣, 这个名号一直留在母校。 要是承熙出狱了回母校看看, 说不定还能听听我的传说呢。 听说承熙出来后和她妈妈扭打了起来, 怪她妈没教好她, 然后又靠着她妈找了个小工作。 同学聚会的时候还听人提起过, 说是被几个人包养过了。 但这都已经和我没关系。 我的父亲在得知我去了清华之后, 回来找过。 被是我如亲女儿的黄老师气冲冲地赶走, 他冲着那个低头羞愧的男人破口大骂, 以后成员就是我的亲闺女。 你他妈出现一次揍你一次。 有一回我和宋林在假期去了内蒙旅行, 我和她躺在草地上, 她握着我的手。 我为我曾欺骗她的是道歉, 她却说, 可如果你没有假装成绩下架, 我都没勇气接近你。 少年时期见不得喜欢的女生自甘堕落, 才鼓起勇气要把坠落的星星往上推。 后来她又笑自己, 可原来这是一颗划破天际的流星, 看似坠落, 实则灿烂无比。 我靠在她肩膀处, 手指在她胸口处打转, 你确实救了我。 我永远庆幸, 在被三尺寒冰包围时遇见宋林, 而后冰上生花。 我会议了她的心理。